大家好,今天开始我会刚刚忘了 然后今天我把我的美洲回报和再做一个视频 以后我会在美洲华尔街分析专栏当中一起说一下 那么这一周开始我从周日就开始操作了一个英国的注资平台叫达尔文 它和一般的平台稍微有点不同 它主要是帮你创立一个指数 那么这个有10天的训练的过程 那么它的好处就是它是一个第三方的平台 然后它给你10万资金 这个资金可以是真实的 也可以是模拟的 一开始前50天是模拟的 然后达到一定的评分 就像信用评数一样 信用评分一样 然后它就会给你不同的一个账号 因为咱们有很多的这个就是公司里的很多的交易员 它也在操作这个不同的资金 也在通过比赛 那么这个评分是一方面自己的回报率 一方面也是和其他的参赛的 比如说这个在3297个参赛的选手当中 做这个进行一个比赛 达到这个rating是比如说有的是95 那么比如说这个达尔文的 我现在还没有到这个阶段 因为我这个才刚刚开始 我们有10天的training period 然后进入这个silver银牌会员 以后呢我会跟大家讲一下 那么这个rating呢是它的这个五个月的回报呢 是16.77 9月份呢是8.34 总算是10万 10万的这样后呢 它主要呢是给你 就是做这个美股 有美股有很多股票 有很多ETF 有很多做外汇 可以做指数 那么我想通过这个呢来给大家 因为大家很多人很希望中文投资网的老师呢 有一个就是说每周的表现 那么我开了这个账号慢慢来 因为我现在还是在training period 再过下一周呢还是一个training period 然后过了以后的就是一个silver 然后呢我的回报率呢是0.17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这周呢QQQ的回报率呢是0.48 负的0.48 SPY呢是 负的0.13 所以老王的第一周呢是跑赢了 我今后呢不管怎么样 我都给大家做评论啊 或者贴一下 那么然后呢我给大家看一下就是 这是我用的这个MT5的平台 因为他这个公司呢是在英国的 所以我们做的是CFD 那么我就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因为我的这个指数呢 这个以后这个指数呢 就是我的那个怎么说呢 就是我的指数的代号叫NWEF 对吧 每个人他有自己的指数 比如说这位朋友呢 他这个指数呢就是叫PJBJ 对吧 那么他获得了35万美金的资金 95.74 如果大家有兴趣呢 待会来扫描一下 你想获得 因为他有一个月费 95块欧元 如果你想获得月费的折扣的话 我待会给你一个code 我这个code呢可以帮助我下个月的省钱 那么你也可以省下20块钱 总共大概80块 以后每个月是35欧元 35欧元每个月的 但是如果你赚到钱 比如说你拿到了注资账号 你赚到钱了 那你就是把赚了的钱呢去扣掉 以后呢可以做对冲基金啊 可以吸引客户 因为他这个公司呢 是2012年就成立的注册的一个券商 和一般的什么pop份有点不一样 那么我来分析一下 为什么我的这个 就是我的drawdown这么大 因为他里面这个里面有这个 有这个分析的 你看他我的return呢是0.17 但是我的回测也就是说 我曾经亏损过1.12个percent 其他资料还不全 还需要这个 他有一个risk engine 也就是类似的这个人工智能 他会对教你的交易习惯呢 进行开始追踪 让这个机器呢 就是machine learning啊 机器学习 对你的这个交易的习惯 通过你的交易呢 进行一个判断 进行一个采纳 那么我就跟大家说一下 我为什么亏损啊 第一天呢 因为我不大熟悉他的纳子 因为我现在做的呢 基本上哈 大家可以看这个symbol 我曾经做过美元对日元的这个 外汇除此之外呢 我基本上哈 就是在做这个ndx 那么这个ndx和日元第一天呢 我是亏什么比较大 日元呢 我亏了318块钱 然后我的ndx 这个平台呢 他的选手们呢 大家可以看到啊 他的选手们的回报率不会很高 为什么呢 因为你做的好的话 他就要看你的回测 看你能不能就是说 一直保持在每个月 能够达到2%的回报率 那么现在这个CEO说啊 CEO说 他说这个还看不到一个选手 能够保持每个月 能够稳定 回测很小 保持在2%很少 所以基本上回报率 不是说很吓人 第二他的杠杆 也是非常的小 他的杠杆 也就是1比2 1比3 不像那个很多的puffin 100% 1比100 所以回报率很惊人 但是这个呢 他不提倡这个东西 那么第一天呢 我就亏损了1000 然后呢 我主要是就是做ndx 我们的收费会员都知道 我主要是做纳指 因为我以前喜欢做标普 但是很多朋友他喜欢做纳指 所以我现在做纳指 还有一个是日经 日经呢 我就是慢慢慢慢的这个日经 你看我赚了有一次 我是我是ndx 我赚了 我都是空的 主要是这一周呢 我都是做空的 纳指这个ndx 我开始 这个日经呢 我有做过buy 我日经我做过buy 后面都是buy buy的话 最大的一次呢 是赚日经呢 赚了863 这是我赚的比较多的 还有一次呢 纳指呢 我空了赚了862 做空一口 日经呢 我通常做五口 这就是我的这个 基本上我的情况 昨天晚上 为什么晚上呢 我轻敌了 我昨天在我的这个股评里面分析啊 我说这个大盘要涨到这个9月20号 对吧 然后呢 很多朋友就说 哎呀老王是个繁殖啊 昨天被打爆了 其实本周呢 我基本上比较平稳啊 除了一开始呢 有点瞎做 因为我也不知道这个一口的CFD是代表什么意思 其实是蛮大的 然后美元兑日元呢 也是爆掉了 也不是说爆掉啊 那么我这个10万账号到今天为止呢 赚了223块4毛4 他也有佣金 所以比较真实啊 比较真实 好吧 那么昨天晚上呢 我认为啊 这个纳指会涨 因为昨天AIM涨得非常好 这个和我的分析是完全一模一样 随后呢 我们看到这个怎么样的 就是啊 晚上的时候呢 日经呢 我是止盈了啊 然后呢 这个 我止盈在33500 还赚了84块7毛9 纳指当时我是赚了 纳指当时我是赚了 这个呢 是因为我们可以用这个 MT5 他也有这个模拟单啊 这个就是我的MT5的模拟单 这个是模拟单 大家可以看 对不起 这是Mobile的单子 对吧 昨天我给大家秀账号的时候呢 标普纳指赚了59块钱 这个日经呢 赚了288 288 结果呢 最后呢 怎么样 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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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个 回来的时候呢 早上起来的时候呢 这个大盘呢 就从 差不多我在纽约时间啊 6点钟 我回到家的时候呢 纽约时间6点钟的时候呢 这个没有跌多少 没有跌多少 但是呢 2点钟呢 是出事的 出了那个 纽约2点钟 欧洲盘 出了两大新闻 一个是 美国汽车 对吧 美国汽车 这个联合工会 三大汽车厂 连集体罢工 这个也不是说空虚来风啊 大家都心里有准备的 第二呢 就是台积电 昨天纳子呢 是在这个2点钟 突然开始下跌的 对吧 主要是 主要原因呢 是这个 台积电 台积电 昨天呢 是 呃 这个我就算了 不给大家看了 因为昨天台积电呢 呃 昨天好像是 应该是台积电 台积电 它在这个位置 如果是5分 next 这个是daily 啊 我把它拉下来 啊 这个是 这是daily 我这个平台 现在还不是 好 我看哈 昨天这个 好 这个就 就就比较清楚 昨天 昨天行情是这样的 就是 到这个时候呢 跳水的时间呢 它是GMT 应该在8点钟的时候 就是开盘 欧洲开盘的时候呢 德国 这个台积电说 台积电说这个 呃 就是说 台积电啊 他说这个 要这个是 他的 他告诉他的供应商啊 要延迟 出货 啊 说明了 他的产品呢 出现了积压的问题 那么纳指呢 就一下子大跌 大跌以后 回到家大概6点钟 在睡觉之前 我昨天睡得比较晚啊 睡觉睡得晚的时候呢 还没有怎么跌 还反抽了一下 还反抽了一下 就是到这儿啊 昨天这从这个位置 跌到这儿 结果开盘之后呢 啪啦啪啦的就跌了啊 我开盘就跌了 跌了我就立马止损 然后我止损 好吧 我还买的是0.5口 那么如果大家有兴趣啊 想获得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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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 我给你我的 自己的 我告诉你 我 我不赚你的钱 我赚的是下个月的 这个 就是 下个月的 这个 我的 我的月费 我会打折 所以大家互帮互助 你可以打到20块钱的折扣 如果你像参加大二文 但是我的扣的呢 跟我们的客服拿 Chinese72022 然后呢 这个 电话呢 是800958 好 感谢各位的收看 拜拜